大水冲进收容中心 超过100只猫猫狗狗奄奄一袭 还好有志工及时救援 才帮助这些毛小孩脱困 马来西亚过去一周饱受暴雨袭击 大水至少在巴克州带来灾情 到处都能看到车子泡在水里的画面 马路烟成了河道 让救难队员只能搭橡皮艇移动 当地气象单位报道 过去几天的单日雨量 甚至一度超过12月的平均降雨量 马来西亚最富裕的雪兰俄州 灾情最为惨重 民众带着孩子惊恐逃难 直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灾 被称为百年罕见的红宽 死亡人数持续攀升 逼得马来西亚首相伊斯麦莎比利 出面道歉 除了马来西亚还有被台风雷霓 重创的菲律宾 风灾过后五天 中部大城速物到现在依旧没水没电 也无法对外通讯 当地人形容部分灾区甚至比二震时还惨 这场风灾已经造成超过350人死亡 而且政府表示水电供应恐怕要等明年 才能恢复正常 TVBS新闻正好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